国民党中央社会工作会议 今天上午九点钟 由中央常务委员郑雁芬 正式宣告开幕 郑雁芬并且在仪式上说 仪式会议的目的 可以分开三点来说 第一点 需要适应当前的行计也需要 严厉社会的组织 发挥社会隐藏问题 求谋有效和可理的解决 第二点 需要沟通社会工作干部的观念 使大家要交换工作经验 研究工作方法的机会 来完成交付我们的任务 达成社会再改革再进步的要求 第三点 需要借口党进 从社会的力量 来贯欠党的社会政策 促进国家建设去现代化 社工会第一次大会 自从今天上午十点钟开始的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国秘书长张宝树 首先提出了一个工作报告 他说 总之当前的社会政策的阻止 简单地说一句就是 依据充建中国社会 维持有难策的社会 最高指导放针 加强社会 复利措施 增进人民生活 实践三民主义 及社会健全 我们看英美等西方国家 显形地社会难策政策 实在 只救他们社会不难之急 尚未能救他们社会不难之充 他们的社会问题 并没有彻底 因此我们今后在 世界三民主义及社会建设方面 必须针对英美等西方国家 推进社会难策政策的缺失 不再痛他人家一走过的痛苦之路 坚定我们的决心 抄向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 平衡与经济政策的目标 文部天井 以及充建中国社会 维持有难策的社会 也就希望我们每一个充实社会 工作与三民主义建筑 都要由命发物与的轻怀 社会继续的勇气 以及其而不设计精神 在我们三民主义社会政策 开闯一个 世兄与篡国 共养与世与世界的规模 实际上 若一次次会与举行 可能增强执行当千 本党社会政策的推动 以小弄 为反共互国 建立坚强的社会基础 以其加速社会动员 充斥反共战略 征集反共斗争的罪活胜利 最后 景都大会 大会正宗 祝先生 续续健康 谢谢